很少人会觉得自己是像另外一个人的 那我觉得照片的角度有时候你会觉得像 但是我也非常荣幸 因为她是一个美女嘛 那说我像她我也觉得非常的光荣 被誉为最美港姐的李嘉欣 最近为某活动拿出了自己当年参赛时 获得的皇冠和权杖拍摄照片 算起来距离她1988年参选已经过去25年了 再看看她几乎没有改变的美丽容颜 让人不禁感叹谁说岁月是一把杀猪刀 当天她就在活动现场分享了自己的保养秘诀 最近就是爱上了健身跟空中瑜伽 我觉得多运动然后保持心态 是一个在一个年轻不断想接触新的事物方面 我觉得会对美容有帮助吧 凭借这些秘诀美丽依旧的李嘉欣 让你很难想到她的另外一个身份 妈妈 时下恰逢开学际 另外一个港姐出身的赛少芬就被拍到 亲自接送孩子上幼儿园 敬显母爱的一面 然而同样是明星妈妈的李嘉欣 却并不想这么做 我没有送她跟接她 因为我怕就是不方便了 因为她没有说面对什么镜头的经验 那我希望就是大家不要去拍她 然后如果拍她一定要什么 打那个马赛克 老婆 我来尝试一下 别说完